各位癲狗日報讀者,大家好 癲狗日報電子版是現在香港新媒體之中 唯一敢對抗共產黨,反對共產黨 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新媒體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你的支持很簡單 分享我們的文章,廣報周知 另外就是每個月給兩塊錢 每逢月底就記得利用PayPal或者銀行入帳 甚至上來我們的辦公室,繳交癲狗日報的訂閱費 每月兩塊錢,記得播放 成本三個天,並並合理 不,不,郵步友在外面好像走排隊般已經過了 中間位置有精彩日子,還有大運 外面有大賽科子,接近終點 郵步友好輕鬆勝出這場,香港了 回到第二節的馬場USB 繼續有我尤達和遠在美國的芝師兄 剛才在第一節結束時 芝師兄也和大家預告了 下個星期的葉森打比賽日的情況 剛才也說過會有加冕杯 金虎神偷就會再出 計算你之後 芝師兄 芝師兄 在你講之前補充一些資料 現在在榜上面 加冕杯報名表上 只剩8隻馬在那裡 古摩雖然都放了幾隻 但最惡的應該是愛達河洲 基本上金虎神偷應該都是很牌面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補充一下 芝師兄 你可以和大家繼續講 除了加冕杯 葉森打比賽 可能下個星期我們會再講多些 除了之後 有些什麼值得我們去注意一下 在我們還未講日本打比之前 預計一下葉森打比 因為這幾天都很多人會問起 是否戴陶尼那隻 先講回頭 因為最主戰線都是看那隻 Section Warrior 香港的語言我不會講 因為很難講 不用講了 大家Section Warrior OK 可以了 他 因為前幾天 芝師不知道在哪裏 看到有一部 是他 猜猜自己錄出來的片 是他最新的 他的狀態都保持得很好 但問題是 我覺得今年的形勢 會有些少少 賣銷的關係 大家試試查一下 像是1986年那屆的打比 因為今年 這件事 暫時我們叫他 起時多 就是大途利那隻座棋 很多人說它是夏生村2.0 背份上它也是夏生村那隻隻 但我說這隻不是夏生村2.0 我用我的Keyword給大家 就是1986年的同一行 就是劫生打比 看看那次大家回去查一下 發生什麼事 我下個星期再回來跟大家說 OK 那講到這裏 那你還有沒有補充 我就講日本打比 對呀 直到日本打比 那講一下日本打比 其實應該 我又是要說聲不好意思 其實應該 應該那條Preview片 應該今天要放給大家看 因為就是 我前幾天我看過這條片 其實它包含那些 就是介紹的那些馬筆 其實都很完整 還有我自己覺得 應該這一場馬的三重賽 都應該在那條片那裡 可以找得出來 但是呢 就怎樣都好 既然講得日本打比 提一提 都要跟大家回憶回頭關的高月賞 那其實 那知師兄 你自己看今年的打比 其實今年日本打比 其實有好幾隻馬呢 都幾值得 就是賽前都幾備受注目的 那當然 就要數 就要數個部分 就是在高月賞 就因為傷了 就退出 就沒有跑到 那就是跑完 離生賞 贏了之後 那一路到打比 到高月賞那場 就因為傷了 就沒有出到 那後來 現在呢 就休息休息 現在就在這裡打比 就復出 那還要給他排到一個一檔 那我講的那隻呢 就是那隻Darnon Premium 那隻野田極品 那我先撇開那位 就是安上人先 我又不想說那位安上人 那但是呢 這隻馬呢 現在呢 就是叫做 日本那邊呢 就是我想你 阿拉拉在日本 在日本看像樹的當中 都應該都聽 看到很多個面 當地的報道呢 都覺得 這隻馬是好 就是千呼萬喚那種的 有什麼感覺的 阿拉拉 是 就是都很多 好像我買給你的 那本Gallop 都是講那隻Darnon Premium 其實 就是這個封面 是的 大家看 連我電視也看到 是的 就是我買回來給你的手信 是的 那所以就 就算我現在 剛才我都揭過這本 揭過這本Gallop 其實他都用了很多蝙蝠去講這隻馬 那這隻貴為去年的朝日杯盟主 也是去年的兩歲馬王 那就是都 就是 中間有一點 setback之下 那他都現在都走出來 那G師兄 你怎樣看這隻 你覺得這隻馬 是不是真的 這麼千呼萬喚呢 這隻馬有點像美國的Boldoro 金電監 真的你不要說 由他 他上次 雙不要理 他都贏 尼生上那一場 真是 伊特十八卓 我看到是最有霸氣的那一隻 就是他在直路每次過你那種姿態 我看過這裏 因為都跟事務所那邊做了那個排位 連接一些重播 我看過十八隻 真的沒有一隻狗 他直路那種 他直接想過我 那種這樣的氣勢 因為如果我記 我記 沒錯 就是當時他跑這場尼生上 他是 就是 我差點說一句 是隻馬背 穿田回來的 就是我 我就這樣形容 是 就是根本完全 你穿田 完全是沒有給那隻馬 任何壓力 也都 整個feel 也都沒有給到 隻馬有任何壓力 他根本就是 自己跑自己 這樣就很輕鬆 贏得非常之輕鬆 所以你說他有霸氣 這個我絕對同意 但是 就這樣說 其實除了這隻馬 其實都有幾隻 在高月上 跑得一般 或者贏過的 其實很多都在這裏出現 那當然 其中有一部分 我想說了 那一部分 就是 阿拉拉罵到福永 有一九血淋頭 那隻 那隻 華麗傳人 華麗傳人 那隻十七號馬 那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隻馬 在上一次 高月上 我自己就這樣看 我想聽阿芝師兄 你怎樣演繹 我覺得那一場馬 如果他不是這樣跑 就隨時連第七都沒有 是呀 絕對同意 因為他如果 如果他真的走去 省位 想著走去 省位在裡面 就真的 真是第七 分分鐘就在包尾 回來的 我自己就這樣看 但這隻馬 其實早段 早段來說 他都有少少受 這個暴速所害的 我覺得 那變了 你還要在中山 這樣的環境 即是你離生上 那些就可以 被你搏倒一次目 即是被你搏倒一次目 但他上車都贏不到 那你去到那一場 就真的很多 很多形勢之間的混亂 令到他真的跑不上水準 但我估計 今次他排這個十七檔 那其實某程度上 是幫到 我自己覺得 是幫到這隻馬 是有些更加 更加似樣的發揮 阿芝師兄 絕對同意 我很同意 剛才阿芋師兄說 那個場地 我贏了這兩樣東西 是令到他 因為上一次 如果大家記得 這場谷月上去上次 是跑得很怪的 因為有兩隻套在前方 沒有人搭配 大概是一隻金紀元 即是贏出那隻 Evogador 那隻金紀元 就叫做跟得位好些之後 其後那幾隻 那叫重心或者熱門 就鬥闖 甚至是他很喜歡那隻 北野司令 是呀 那隻鹹片馬 即他那裡有幾隻 因為在那裡一撞的時候 那隻華麗傳人 就是輸架 即他是受害者 另外一隻 補著一隻 十三個 Grayo 即是這一場 進來打比拼 十三、十七度 原來就是上一場 我覺得他就是 那個腳法不適合那個場地 形勢造就不到給他 那個場太急太暖 進到去太... 因為他外面一撞 蓋上來的時候 他兩隻是阻得好 但是阻的時候 他們再衝上來 其實都還有 我很同意 如果那隻華麗傳人 不是走那個位 可能真的包尾都不定 這隻華麗傳什麼呢 現在他準備在 背蒙甲錶尾國那邊 鬥回合政那隻叫做 Vino Rosso 即是二角紅洲 也是那些華麗的 那些黃蜂很大 逐端跟你鬥 鬥grind 鬥魔 這隻華麗傳人的那些馬 他不可以有一些 太細的馬場 他要一些很闊 很闊的彎位 那個直路 就是闊到 你見不到沒有去衝 他那些報復才可以灑出來 沒錯 而且馬去到東京 應該是另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 十七和十三應該給他們多次機會 沒錯 除了剛才我們說了幾隻馬 還有幾隻 阿芝師兄可能都會有些興趣 看看他會怎樣 剛才第一隻 那隻就是二號馬 就是去年的希望錶標盟主 時光飛合 上一次他跑高越上 我就不知怎樣形容他 我就覺得這隻馬 就好像沒有再進步 上一次他也是 跟華麗傳人一樣 都是同樣的受害者 這次他又排過二檔 那這隻馬 現在冷落了 在那邊 現在那邊是八十倍 十二番人氣 你是不會想到 去年贏 希望錶標 掛光了 贏過一場 一級賽 你去到這裡 竟然是冷到那麼交關 阿芝師兄 你怎樣看這隻時光飛合 但是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尤達師兄 即二和那隻十五 因為大家都在Sunday Club 哪隻擺盤 他們裡面哪隻想先走 因為這也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是這樣說的 因為兩個都不同 連馬斯 當然是各懷鬼胎 當然是各自各自 但如果你問我 我看回Sunday Racing那些報告 如果你說說近況 應該是李慕華那隻好些 是啊 李慕華那隻好些 其實我這樣看 因為十五、二和一隻 一、三隻可以混在一起說 因為現在這樣說 你二千四 現在你看到日本 這些血統的馬 你跑二千四 不說速度就笨 一定是要說速度 也會有馬跟你出來搶 一、二、二兩隻馬 自家牌 你千六的一、二檔 到二千四的一、二檔 是完全兩回事 當然是兩回事 當然是兩回事 那你多少 一和二 他現在叫做二壽難 我都有些可以理解 因為怎樣來說 他都是會 一和二都會多少 因為你不想困掃在裡面 你多少 你做組聯都會容易 所以暫時來說 加上他 剛才說 他十五 他當好 近方好 他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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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武華 不要說 當然外國 在日本 當然成一籌 十五 還有其他 一和二 如果被我進去 在現場間我都是 一和五號 一和五號 十五號好很多 如果你說客觀條件 和他 那個進度 就是馬 那個成熟進度 十五號 和二號 很明顯的分別 正如我剛才所說 二號去到這個階段 好似就沒得再進步 反而這隻十五 即這隻Steve Hill 他就還有一些進境給你看到 而且又這樣說 龍王這個富貴真是腦袋在那裏爆 你還要記住 李無華現在是嘗試做一件事 又是前人未做過 不是只是外國騎士 日本騎士來說 第一個騎士能夠連續兩年包辦打比象樹 現在他正在嘗試做這件事 其實他臨去quarantine之前 我都留了一個訊息給他 其實他上一次贏 其實他上個星期贏了象樹 他的感覺是 他自己跟我講是比soul sterling贏的象樹更加開心 就是他自己這樣跟我說 第一 他在鷹花翔的時候 他跑完都點回來 當時他完全沒有想到這隻馬的turn off 是這麼厲害 在跑鷹花翔的時候 是可以在你的幸運丁鷹是完全是佔盡形勢 透出了之後 他兩三步就已經是走過了你 那你這次做跑再說 他也都再一次又是這樣過給你看 那已經很明顯看到你兩隻馬的急速分別 那到這隻 到這隻 那當然他高越上就跑第四 就不是他贏了 但是問題是 他去年他跑的金枝霸 高越上也是丁丁的 然後再之前跑的李建皇官 他也是丁丁的 那他丁丁完之後 他打比 金枝霸就贏得很清脆了 那所以呢 我覺得在東京跑二千四 就算你排十八檔 都不是一個很吃虧的事 這個我要很強調地告訴大家 就是好像以前那些Jungle Pocket 是十八檔爺馬的 那你 好像另外很多年前那隻 Sundie Bryant 即是那隻 那隻 放頭那隻 它又是外檔 又放出來的 所以其實關係不是那麼大 所以這隻Staphio 亦都可以留意 那另外 當然有些比較有實力一點的馬 我也想和阿芝師兄你聊一聊 那第一就是那隻 當然是高越上那一匹民主 那隻金紀元 那這隻金紀元 其實我在 這個 就是JRA那些影片那裏看到 那其實這次馬 他贏完高越上之後 那其實他的進度 都沒有什麼大變化 那可能就再配合多些 那當然 這個就是我現在這期 就是我的連馬師 那我當然我自己 就是主觀願望 當然都希望他可以 就是 計榮盡閃耀之後 又再贏一次打比 那這隻馬 你又覺得怎樣呢 阿芝師兄 我覺得他上次只是贏了形勢 就是 剛巧得這麼巧 因為上一次那場 那場 真是那場高越上 我覺得那隻馬 我覺得很怪 因為有兩隻兔在前面放 沒有人願上吊的時候 他剛剛走的位 是這麼多個子中 他賺得最多的 就是他贏 但是你說如果說馬國的天分 他在這裏 我想都是中間的 因為剛巧想看 也想引起 不過可能這兩隻之後 尤解先生那隻活戒根 就是那隻闖顛峰的6號 還有那隻北野獅子 那號很喜歡那隻 這兩隻 說天分 他一定不夠這兩隻來 不要說那隻一 別說那隻一 不要說那隻十五 別說那隻十五 這隻馬 他上次 我覺得他 甚至他後來過過 他都不是過得 過完自己都沒有 他剛剛過完 他都出了頭 終點已經到了 但其實他都已經是 他沒有距離 如果我想再多 百多米 那隻保障 那隻保障 真的在那邊重得很厲害 大家留意一下 最後那一段 那不如你說那隻 那隻阿拉拉的愛驅 北野獅靈 這隻我覺得 我覺得都是有點邊線機會 我自己覺得 有些邊線機會 因為 說真的 幕後用這樣 真是天價 以千萬計 這樣來扔下去 這隻大鎮痕的指尺 我覺得他只有三場的情況 是重要的季節 我覺得他上一場 他最後慢了下來 我覺得他經驗不夠多於一齊 如果人家等得起幾千多萬去買 那隻這樣的東西回來 都不是開玩笑的 即是他的天分是沒有發揮出來 那現在擺錄到那麼久 可以真的 又有聲說 真的給多一次 他真的可以邊線回來 如果說質地 他在這裏都 他不會差那隻一毫多 質素絕對不頑 這隻是有型露比的弟弟 一定不會 尤其是他最後停的那一刻 他覺得他為何要衝上來 他停了 他不是說自己 只是說武力 他是競賽經驗之不足 而令到他 好像四四五 他上次是跑第五 上次跑第五 第五 如果讓我夠膽一點 如果美國的電話師就硬找 不要理他 那就看看明天他會不會加眼罩 會不會加眼罩 另外那隻廠邊風 原來他的身價都不差 都三十幾四十萬元 折返美金 都在日本那邊 柳鳴座棋 這次我真的不懂怎樣看 但上次他在東京贏同情那一場 即是六號是Go for the summit Go for the summit 他贏得幾月目 是呀 清業上 又說回頭 就可以反映到清業上的賽職 都有一定打比的入圍 通常清業上 贏的 真的贏的 但是呢 有些都會上名 有些都會上名 很多都上名率高 例如吉兆 那隻 Fenomeno Fenomeno 即是那隻超常俊企 飛脫雞毛 日本飛脫雞毛 那些都是 贏完之後 清業上 他在打比 都可以有些接近領出 當然啦 你剛才說 資深講的那些所謂天價 當然一定是天價 但是你要搞清楚 那些他買回來再拆出去 其實那些錢不是他自己的 都是一些股 都是一些一口馬主 夾錢買的 所以這個會 這個DM會 是做無本生意的 基本上 他可能要 要坐少少 要有少少 holding power 坐著一段時間 但是他拆出去賣 其實又是 因為他是拆一萬股 他拆一萬股 所以你一隻馬拆一萬股 其實是很少很少 就是一個 他希望就是說 有身分證的 都做到馬主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 但隻馬當然 我不是懷疑他的質素 但是你說這個 他這些一口馬會的運作 其實就是這樣 他買回來 他多多錢買回來 都沒問題 可能他都是 就是前段 他要坐一段時間 跟著就要公開招募 然後當然 你以他這個會 那麼生意 那麼大企業 又做鹹片 九十幾樣 那些支持粉絲 你夾回一兩萬日圓 去科一股 其實根本是 piece of cake 他應該有機會 找一些提外華 他找一些AV女優 去養馬 他又找一些AV女優 去養馬 又有牆頭 你試想像一下 阿智星 有一個小澤馬利亞 跟你一起養馬 養了同一隻馬 你豈不是很過癮嗎 如果你是小澤馬利亞的粉絲 對不對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運作 所以我覺得 這場日本打比 其實都挺引人入勝 那我就希望 在下個星期 我們再回來做 回來這個節目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 一次過 將橡樹 和日本打比 再加上 剛才阿智星所說的 加冕杯 就一次過 和大家一起重溫 然後再前 因為其實下個星期 除了 這個葉森打比 要講之外 其實安田紀念 都是星期二跑的 所以都 還有法國打比 還有法國打比 因為其實下個星期 馬會受注的場次 都有這麼多 所以我們就留在下個星期 就濃縮些 再充實些 給大家看 那我們 外國馬我們就講到這裡 但是 在未送走知師兄之前 那現在只剩下幾分鐘而已 在未送走知師兄回來之前 其實都有一件事 都值得大家可以討論 但其實我已經寫了兩篇文 就是今晚 就是明天 其實我之前在瘋狗都寫過一篇 然後我在時機的星島也寫過 寫過兩篇 就是講明天跑那場 遮打杯 那大家 首先我要講明 我們就不打算 我們這三個人 就並不打算在這裡 跟大家分析這一場遮打杯 但是 但是 為什麼 反而有興趣 就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會去到今天這個地步 會回到五隻馬 當然很多 很多 新聞 大家都知道 可能知師兄 你在美國都可能會知道 就是說 這一場賽事 其實在跑之前 當然就不止五隻馬 你只是大摩 大摩 你都有兩隻 然後高東尼 除了現在跑的三隻之外 還有一隻馬克羅斯 但是馬克羅斯 因為他試襲不合格 就不讓他跑了 但是 第一件事就是要講 就是當日 這個 就是 星期 星期 一 排星期三 賽事 排位的同時 其實大家如果熟悉 這個流程 就是 當日排位的下午 他就會公佈 之後 那個賽馬日的報名表 馬匹的報名表 但是 那天的報名表 應該這樣說 通常 這個報名表 通常 例如 你星期一排 星期三的位 你星期一排完位之後 大概中午時間 或者 不遲過兩點鐘 其實他就已經有了 星期日的報名名單 和配榜 然後就會在 馬匯的MCS 就會公佈 或者 同一時間 在馬匯的網頁 也會有一個報名表 也會有 那些碼 擺出來 但是 那天 遲遲 到 下午的五點鐘 馬匯才正式公佈 星期日賽事的報名表 知青 你知不知這件事 知 我會覺得有這個事情 其實 是很易於尋常的 因為其實以往 馬匯有行這個制度以來 這一次是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那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 我們都有一些老友 周圍去刮料 周圍去收封 說了什麼呢 其實事源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馬克羅斯 那就是說 因為 高東尼 就 有說 他就跟這個小組 就理論 希望 可以給馬克羅斯 可以正選出賽 但是 但是 因為他本身是之前 要他試襲 他不合格 那他試襲不合格 他就 不可以 報名 所以 如是者 搞了很久 最後 到出了這個報名表 的時候 都是不見了馬克羅斯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說 為什麼會搞到今天 這麼少馬跑呢 當然 外國 外國的代表 我就暫且不表 因為其實大家都看到 就是說 當時 真的報了名 跑這場 遮打杯的外國馬 都不是很多隻 就算你說的 鷹爪刀 那些 原本都說來 最後他也是不來 這個大家都不用解釋 坦白說 你現在 阿智師兄 你這幾個禮拜 寫了這麼多 環語脈搏 那你 你市民 你怎麼會 有些 外國 怎麼會又馬又興趣 跑一場這樣的遮打杯 你告訴我 所以 一定 目標一定是 他們自己本土的 那些 那些賽事 大家也不妨留意 我今晚晚一點 放在尤達專員那篇文 因為其實 很大程度就是說 你那些賽事背後 有一個配種價值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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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馬 一定是 看著後面 這件事來 那些尾煙那些 或者那些 血統很好那些 一定是看著這件事來跑 就不會因為 你這場 這場 香港冠軍記 你遮打杯 獎金是一千萬港幣 就會能夠 可以被他打動 這個我想 G師兄你都應該會 同意我的說法 絕對 如果 好話不好聽 你好像下個星期 贏一場加免杯 你加免杯 可以安保 那些人說的是多少 的建築價值 那些在往後 是長穩長有的 不是你一場 頭馬五百七十萬 是可以 重複到的 所以很簡單 這件事 所以說了這麼多這些 那G師兄 其實 這個 這個 遮打杯 搞到五隻馬跑 我自己就覺得 馬會是夠 馬會是自己拿來的 那G師兄 我又想聽聽你怎麼說 這方面我等於由達斯爹去發揮 但是我就覺得 以往來說 我不要拿代國的經驗 或者例子 其實如果大家記起 七八十這套 很多時候 跑到尾 這場馬都不是多的 是啊 不是多馬的 因為很簡單 因為其實 那些歷史 往年跑到尾 就是兩場 在桂尾兩場大賽 我們看馬的 就是香港的時候 一場叫做遮打杯 叫跑馬王 另外不是叫什麼 有那麼多東西 都是叫遮打杯 叫跑馬王 跑完之後 最多就是散火那天 就是散火那天 就是散火 這兩場馬都不會是很多馬的 那時候沒有 及制裁 就是一半馬的 是啊 那時候 你講一下 郭榮勝 六二 同特 那個年代 他們都是小貓三四隻 現在拿回 我 雅聲說過 知詩也是貼過 這幾天一直說 六二 在快活局 贏那場 贏第一次 遮打杯 去到沙田輸第二次 遮打杯 都是九匹對手之內 兩界合起來 嗯 在那個跑道上 遇見的都是九匹對手 有重複 就是合起來 不是出六七 兩界 跑兩界 好了 到同特 都是五隻馬 那很簡單 其實一樣的就是 因為 你跑到這裡 也都是 因為 一季 雙頻率這麼大 到最後 可以去到 現在還要跑 離婚 當時我們跑到一千八 現在可以二千四 你可以出到來的馬 有多少 不多 再引申一下 剛才 郭榮勝說 夠有自取 這件事 就是 你根本上 香港是不夠昌土 這件事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會不夠昌土馬 就是 當然這些是 有少少主觀客觀 但是你自己本身 都不去 即是 你不去發展這個場道 賽事 不吸引馬 才賣場道馬回來的時候 變成你全部都是 千二千四千六千八 千萬都沒有 現在 如果你問之之來說 現在香港的馬 全部都是千六以下 是 你只有一組半 沒錯 你在外國飽馬的標準來說 第一組半馬 一組叫一里 一組叫捲土 全部都是被採用 好 你到最後的季尾 你想找一場你半腳 你何來有馬 給你半馬 沒錯 這件事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說馬會是夠有自取 其實很簡單 阿知青你剛剛帶出了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整個香港馬季 你只有三場二千四百米的賽事 即是叫吸制賽 香港平,傘打杯,皇太后杯,三場這麼大把 即使你這個傘打杯是三冠美關 如果你贏了三場有一千萬 這個又如何 因為只有三場這樣的吸制賽 你和你下面再加上去的賽事 長途又不多 那你實在是很難打動馬主 去買長途馬 所以我其實都寫了 我今日又寫了一篇文 即是晚一點出街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怎樣講這個情況 因為其實講到尾 你背後剛才我都開錯的時候 我都講到就是說 那個配種價值的問題 那個bading value的問題 那你本身香港 你完全是沒有這個肉碼事業 那你是很難去規劃一些賽事出來 還有第二件事 你坐一坐一坐 尤達師兄 給一個叫做比喻或者一個例子 是可以大家很值得參考 在這一刻是發生的 很多人說 北米的馬圈是著重 和香港一樣 中短途 輕長途 是不是這樣說 這句笑話 不一再不公道 因為可以跟大家說 支持現在 跟大家說 肯塔基塔 美國 紐約 兩個大的州份 現在怎樣呢 因為這幾年又倒回頭 風水流轉 它的草地賽事特別受歡迎 現在呢 反過來人家怎樣呢 在美國 這兩個州份 一里以上的 普通賽事 人家就是這樣去 去 即是不要說配種 只是說跑 馬出去跑 他為了希望 那個賽事的 質素 和他欣賞的程度 一些人多些去倒 你明白嗎 所以他呢 怎樣呢 一里以上 跑草地 如果 每一場馬 有十場馬 以上 上載的 他那個 普通 只是說普通 尾盾也好 Alarm也好 即是條片 或者 這個普通處理馬的賽事 實際上 他那個 獎金是加一半的 即是150% 即他原本那場馬撥內 是9萬元的 他就加4萬5上 13萬5 這樣一路步上去 吸制賽 表列賽 逐步這樣一路加上去 他為什麼呢 美國這邊 現在就是 反過來 吸引一些馬主 多些 如果你自己 美國沒有好的草地種 現在就叫那些 美國馬出去 去歐洲 買一些漂亮的種回來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 知書長的 寫事務 所以我過過 看到很多時候 說美國馬主 擁有歐洲馬 他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去買一些馬回來 去放在美國跑 考慮完之後 我不管他後面之後配種 因為現在這些馬 扔出去 扔出去幾百萬 賣出去的價錢是幾百萬美金 不要說那些 他買回來 你美國自己本身 他那個賽事的水平高了 他賽事的質素高了 你叫賽事的產品 好了 你那些人就多點投注 投注家就升了 嗯 很簡單的嘛 現在就給大家一個 一個一個 直接推薦一般的 的例子 給大家看 一來一回 表比 是啊 所以這場馬 即是外界 簡白說這場 傘打杯 我覺得完全是 沒什麼值得好討論 不過就引 不過這個衍生出來的問題 就反而就值得大家可以探討一下 所以我都這幾個 這幾次我都 我都寫了很多東西 去講 去講這一點 我們又不想講這場馬 怎麼看 但anyway 這一節我們 這一節我們的時間 都過了中的了 那麼在這裡 我們首先要多謝阿芝師兄 那這兩節就幫我們 就前瞻了世界各地發生什麼事 那下個星期 你又會再回來的 是 下個星期就很棒的 真的 是啊 很精彩 可能下星期 你都要跟我們做三節的 我第三節都不會放你走的 你都要講下去的了 ok 那我們就多謝阿芝師兄 那我們約定下個星期再回來 那這一節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下一節回來呢 我們就講回明天沙田的賽事 那我們先喝一口水 待會見 我們先喝一口水